最快就在明天 台风成行 中度台风杜苏瑞到哪儿 这几天其实天气都感觉差不多 那就请气象先生来说吧 请看气象 98打不溜 预计周五发展成台风杜苏瑞 将穿过菲律宾旅宋岛后 一样会朝中国广东省方向前进 欧洲系级模式模拟其系级平均路径 由菲律宾东方海面 先向北转西北西前进 通过旅宋岛北部 去朝广东进行 系级最右成员触及台湾 最左成员则进入南海 美国系级模式模拟则大幅调整为 系级平均路径通过台湾 但个别系级成员非常分散 不过模拟路径分歧大 预报不确定性也高 根据美国模拟的路径模式 杜苏瑞路径分歧更大 就是说会不会有登陆台湾的机会 确实仍言之过早 还要多观察几天 天气高温炎热 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 降雨趋雨缓和 发生大雨的几率降低 太平洋地区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TD 在凌晨20升成热带性低气压 中心位置在北纬10.5度 东京132.0度 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 以每小时23公里速度 向北北东进行 中心气压10400帕 进中心最大风速每秒12公尺 瞬间最大阵风每秒20公尺 周五到周日水汽减少 晴朗炎热 注意防晒防中暑 下周一周二热带系统通过旅宋岛北部 其外围环流开始对台湾天气有些影响 迎风面花冬 恒春半岛降雨增多 背风面西半部情热 山区偶有局部短暂雨的几率 下周三东半部降雨持续 中南部地区及北部山区有局部阵雨 先不要翻白眼 希望台风不要来台湾 有雨就好 想放台风架的人呢 要等到下周四左右才会明确一点 让我们台风追一追一追 相逢知识有缘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观赏